本期视频将为您介绍 Insta360 Studio 5.0.0版本的全新功能 项目页面 在新版本中,Studio新增了项目页面 在项目页面中,您可以添加多段素材进行剪辑 并利用内置资源库添加音乐、文字与转场效果 创作出您的专属短片 媒体页面与以往Studio版本功能相同 适用于对单段素材进行预览与粗简 大型预览窗便于您对关键帧与画面效果进行细节调整 创建项目 进入项目页面,点击创建新项目即可新建项目 您可在此更改项目名称并设置项目文件的保存路径 在下拉菜单中,您可根据需要来确定画面比例 对于性能较差的设备,您可进入带领模式来获得更流畅的剪辑体验 导入素材 进入项目页面,点击加号或导入按钮 即可将视频、音频、图片等剪辑素材导入到媒体库中 导入的素材可在素材播放器中快捷预览 您也可以直接将素材从其他窗口脱拽至项目媒体或时间线上进行快捷导入 同时,在项目媒体下方,您还可以看到通用媒体库与临时媒体库 您可将常用的素材放置在通用媒体库中,便于在其他项目中快捷调用 临时媒体库存放了在媒体页面中导入的素材 并且对素材的编辑操作将会实时同步在临时媒体库中,便于进一步编辑 时间线剪辑 点击素材上的加号或将素材从媒体库中拖拽到时间线上 在时间线上对素材进行剪辑 拖动时间轴或点按空格键 即可预览和播放剪辑结果 拖动滑块 或使用快捷键 Ctrl加或Ctrl-减即可以时间轴为中心,对时间线进行缩放 将光标移动到素材首尾 长按并拖动光标即可对素材进行修剪 或使用裁剪工具快速修剪偏头偏尾 您也可以使用分割和删除工具来灵活剪辑素材 拖动当前素材至其他素材首尾处 即可排列和调整剪辑顺序 编辑全景素材 项目页面提供了与媒体页面相同的全景素材编辑功能 您可以使用关键帧和深度追踪工具完成后期取景 在项目播放器中,左键拖动画面调整构图 点击关键帧图标 或直接用右键拖动画面打下关键帧 即可将当前视角固定 您还可以拖动时间轴打下多个关键帧 来控制不同时间点的视角 画面将在两个相邻的关键帧设置的视角中平滑过渡 实现后期运镜的效果 对于高阶用户 您还可以在右侧取景面板中调整关键帧过渡曲线 从而实现不同的过渡效果 对于运动画面 您可以使用深度追踪工具 来将主体锁定在画面中心 此外,点击全景素材 还可以在图像面板中调整防抖和拼接设置 素材库 Studio内置了丰富的素材资源库 进入音乐库 您可在线预览和挑选合适的背景音乐 下载后即可将音乐添加进时间线 进入文字模板库 您可在此预览和挑选文字模板 将文字模板添加进时间线 即可自定义文字内容与样式 进入转场库 您可在此预览和挑选转场效果 注意,全景转场仅可应用在全景素材中 其他转场则没有限制 将选定的转场拖入到两段素材中间 即可应用转场效果 导出 剪辑完成后 点击界面右上方的导出按钮 即可设置导出参数 设置完成后 等待影片渲染完毕 即可在导出文件夹中查看成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